李连杰的《倚天屠龙记》其实有两个版本 分99分钟与105分钟两个版本 内地的版本进行了删减 开头的这种有意思的梗的片段就进行了删减 那么四九今天就根据完整版来解析这部经典之作 《倚天屠龙记》讲的是金一雍神雕侠侣之后的故事 它属于《神雕侠侠侣》三部曲系列第三部 传说 郭靖和黄龙将杨国的玄铁宝剑加天下金刚铸成一刀一剑 刀名屠龙 剑名倚天 并且还把岳飞兵法和天下第一武功秘籍九营真经藏于刀剑之上 谁能够得到它们就可以成为天下第一 为了抢夺倚天屠龙 江户上掀起了一片心风血雨 渐渐形成两大势力 第一种是以少林寺为首的中原六大派 少林 武汤 峨梅 昆仑 空铜 华山 下面简单介绍一下各派的历史以及创始人 少林派 相传少林派是天驻来的僧人达摩祖师所创 传到倚天屠龙记时期已经有近千年的历史 号称千年苦差 江户上一直流传着一句话 即天下武功出少林 因此少林派一直被誉为天下武学之源 少林武功则被誉为天下武功正宗 武当派这句话说的还没错 武当派的创始人张三丰原来是少林绝远大师的徒弟 后因违反少林不许擅自学武的禁令被赶了出来 后来他根据少林寺功法变通 且自创内家权 开山地派 武当由此立足于江户 张三丰是江户上公认的天下第一高手 他70岁时便已经无敌于天下 数十年来一直待在武当山上研究武学 江户上早已不见其人 只留下了无尽的传说 李连杰的一部电影《太极张三丰》 就是根据张三丰生平改编 昆仑派 建于南宋末期 创建于西域 创始人是清灵子 在神雕侠旅最后出场 当时杨过已经四十岁 此时的清灵子是武林赫赫有名的高手 武功至少同武台山高僧谈华大师差不多 不亚于少林寺方畅天明禅师 清灵子有两个徒弟 合族道和领保道长 他们被誉为昆仑三圣俄媚派 俄媚派乃是郭靖和黄荣之女郭湘所创 历来由女子当家 从创派祖师郭湘到风铃事态 再到灭绝事态 周芷若历代掌门人皆是女子 倚天屠龙记中 俄媚派掌门灭绝事态武功高强 且有神兵利器倚天剑 因此在江湖上名气极大 华山派 华山派相传是全真七子中的好大通所创 在金庸武侠中 华山派在小江湖倚天屠龙记 避血剑中都出现过 灵狐冲也是名声远扬 但在这里华山派势力不怎么强 倚天屠龙记中 华山派最厉害的高手是华山二老 其掌门人先于通 武功不高 只会使一些阴谋诡计 人品卑劣 空铜派 为祖师慕林子所创 这个门派你可能不熟 但你已经听过他们的门派绝学 齐伤拳 这是一种威力极大的拳术 变化万端 一拳中就有或刚猛或阴柔等七股不同的力量 可以摧毁敌人的脏腹 但同时如果自身内功不够深厚 对自身的杀伤力也是极大的 可谓是伤敌一千自损八百 谢迅就是炼成了七伤拳 才会有时变得神智癫狂 我们继续回到电影 第二种势力就是由波斯传入中途的拜火教 自称明教 本名摩尼教 由一个叫摩尼的人所创 明教有四大护法 就是我们所熟知的清白金子 他们都有来历和原型的 不是金庸先生下编的 而是参考诸多文史资料 明教的至高神叫明尊 坐下有四大护法使者 分别是纳罗岩 苏鲁支 释迦文佛和仪树佛 纳罗岩是源自印度 是印度婆罗门教中的 方式大神凡天匹士奴的另一种称呼 而小说中 紫山龙王中的龙其实并不是龙 而是印度神话中的纳家 也就是大毒蛇 属于天龙八部之一 苏鲁支是索罗亚斯德的别称 索罗亚斯德是拜火教的创始人 小说中 白眉英王创立了一个天英教 而这个天英教 就是来源于拜火教的教会 索罗亚斯德与天英教结合 释迦文佛本名佛陀 他就是释迦摩尼佛 他的护法神兽正是狮子 狮子在印度佛教中地位十分高 而小说中的金毛狮王 正对应了狮子 而谢迅的金毛狮子吼 本来就是佛门的一种术语 形容佛祖讲法的声音 能震慑群魔 一束佛 指的就是基督教 基督教的主要死敌 就是吸血鬼一族 由此二者产生的联系 被金庸先生拿来设定为轻易佛王 所以说小说中的四大法王 都是跟摩尼教的四个护法使者 所处的宗教某种代表性的动物 是对应的 并不是金庸先生随便写的 大家从他们的护法中 也可以看出这个摩尼教 完全就是一个大杂烩呀 所以被其他教派排斥 尤其是佛教 直接称之为魔教 这也是武林称明教为魔教的原因 明教和其他江湖门派不同的是 他们和当时的元朝为敌 两方势如水火 见面就打 然而武当派的张翠山 和白眉英王的女儿 殷素素 却发生了感情 结为夫妻 并且和金毛师王谢迅 击败为兄弟 谢迅的师父成坤投靠了朝廷 为了帮助明朝消灭明教 他害死谢迅一家 谢迅为报大仇 抢夺土龙刀 杀死了不少六大派的人 成为了江湖公敌 张翠山和殷素素 为了躲避六大派 就和谢迅一直躲在冰火岛 在张三丰100岁大寿这一年 张翠山和殷素素 带着儿子张无忌 到武当山贺寿 然而他们一到武当 就遭到了玄冥二佬的袭击 危机时刻 张三丰赶到 大家有没有认出 这是红金宝扮演的 可谓是史上最胖一版的张三丰了 张三丰极其互毒赞 将玄冥二佬暴打了一顿 玄冥二佬给了张无忌 玄冥一掌 逃走了 张三丰赶紧让张翠山 带无忌回武当 然而没有解药 就算是张三丰也没有办法 其他武派知道张翠山下落后 就将武当团团围住 逼张翠山说出细讯的下落 灭绝事态仗着倚天剑在手 就要强行要人 张三丰警告灭绝 如果不是你师父郭香和我有交情 今天肯定不会放过你 何止是交情啊 张三丰暗脸郭香 终生未娶 张三丰将倚天剑夺走 留在了武当 七年之后让他徒弟来娶 张翠山不想让张三丰 为了他得罪众人 就在大家面前自杀了 音速速让无忌记住这些人 他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染满了你爹的血 你长大后要为父亲报仇 少林方丈还劝殷素素要大度 继续逼他说出谢迅的下落 殷素素走到方丈面前 说自己只告诉他一人 然而他什么都没说 就这样方丈成了公敌 殷素素告诫无忌 千万不要相信女人 说完也死在了无忌的面前 年幼的无忌经历了如此痛苦 直接晕死了过去 无忌留在了武当 渐渐也成年了 但这么多年 张三丰也医不好他的寒毒 如果少林的火功头驼 不跳下悬崖的话 他的九阳神功就能替无忌解毒 当年他练成九阳神功之后 在江湖战无不胜 然而非要来挑战张三丰 发现打不过后就跳入了悬崖 张三丰让张无忌一定要保住童子身 七年之气一到 灭绝派弟子周芷若来武当 趋一一天见 周芷若的扮演者也是一位大美女 名叫黎姿 在这里扮演了周芷若 又在TVB吴启华版的电视剧中 扮演了赵敏 黎姿一家都十分的厉害 黎姿的祖父黎明伟 是电影编剧导演 有中国香港电影之父之称 祖母林楚楚 是香港第一代电影明星 姑妈黎轩 黎卓卓 伯父黎坑 都是演员 姑父沈长焕 为中华民国时期总统府秘书长 好了 我们继续回到电影 当三封很喜欢周芷若 让他留下住几天 让大弟子教他一套武当剑法 无忌因为寒毒不能洗武 另一篇武当七侠需要闭关 让宋青叔暂管门派 这下给了宋青叔搞事的机会 无忌这天晚上看到大家都在偷看周芷若洗澡 就出声吓跑了他们 周芷若很害怕 就让无忌陪他 这样的大美女谁会不喜欢呢 无忌完全忘了母亲警告他的话 就在无忌以为周芷若会亲他的时候 宋青叔带着众人出现 刚才都是宋青叔为了戏弄无忌想出来的阴招 他们的嘲笑 让无忌想起了害死父母的那些仇人 他恼羞成怒 然而他不会武功 宋青叔一招就将他制服了 这一天 无言上出现了一位蒙面女侠 看不惯他们欺负人就仗义出手 来人正是名叫的小招 周芷若拔出一天剑杀向对方 然而小招来武当 就是想用一天剑斩断他的锁店 对方人多事中 小招慢慢也陷入了险境 无忌从暗道将他救走 两人被逼的掉入了悬崖 他俩很幸运没有死 不过在这里遇到了一个怪人 他绑着一个大石球 靠着大石球滚动 此人正是当年跳入悬崖的火攻投驼 投驼知道无忌中了玄冥神掌后 就让他大骂张三丰 自己就会教他九阳神功 无忌宁死不肯 小招为了帮无忌取暖 就一直抱着他 第二天醒来 无忌发现自己没死很开心 小招给无忌出谋 让他先答应投驼 学会他的武功再翻脸 无忌用激将法 让投驼强行教会了自己九阳神功 另一边 宋远桥知道了无忌掉入悬崖后 就要杀死宋青叔赔罪 张三丰将他拦下 觉得无忌一生命苦 此对他来说是个解脱吧 少林发武林帖要邀请六派 一起围攻光明艇 武当也不能不参加 无忌神功大成 他告诉了投驼事情的真相 投驼知道自己被骗后 要杀了无忌 然而他已经不是无忌的对手了 无忌没有杀他 将背后石球毁掉 等自己报完仇后 就带他出去 无忌练成神功第一件后 就是要找六派的人报仇 对比原著的张无忌 心思手软的性格 李廉洁的张无忌 则比较利器 城府极深 其实这么改变也不错 一个年幼就经历了 父母被六大派逼死在自己面前 他怎么可能会心思手软 这样的张无忌 才更符合人性 好了 我们继续回到电影 无忌要和小赵一起上光明顶 在饭馆 他们得知了六大派 围攻光明顶的消息 这时一个白衣公子却说 明教有紫白金青四大护法 六大派还想将明教一网打尽 他的话被众人当成魔教众人 然而公子手下高手如云 任何人都不能近身 此人正是女扮男装的赵敏 无忌看到玄冥二老 差点忍不住动手 玄冥二老也看无忌有点眼熟 赵敏却出言放过了两人 前面经典名场面 殷素素和赵敏确实都是张敏演的 六大派这边 打算让宋青叔假扮张无忌 向白眉英王出手 这就是所谓的名门正派 想出来的计划 他们的计谋 被轻易富王唯一笑听到 他还当着众人的面 抓走了一人 灭绝拔出一天见 看向伟一笑 却误杀了队友 不过伟一笑也中了一剑 伟一笑将六大派的计谋 告诉了白眉英王 下令看到有人自称是自己外孙 就格杀无论 白眉英王发现伟一笑中毒后 就要帮他吸出来 只能说 不愧是王晶的电影 六大派已经来到了光明顶下 然而 他们闯入了五行旗的禁区 瞬间死伤无数 宋青叔这个老六 只管自己逃跑 不管其他人 众人吓得纷纷后退 灭绝下令 他们身为名门正派 不战而逃者死 你又本身你上啊 灭绝还真上了 有着一天见这个外挂 他用剑气杀死了 藏在阵下的魔教中人 六大派士气大振 杀得魔教仓皇逃窜 这里的BGM很有感觉 这首BGM叫欢喜之歌 由黄瞻作词 顾家辉作曲 欢喜之歌的女生部分 识别度很高 是当年红遍大江南北的叶庆文 男生居然是名不见经传的冯军伟 好了 我们继续回到电影 无忌被鸣教的人发现 小赵说这是鹰王的外孙 然而 前面鹰王下令 有人假扮张无忌 就格杀无论 小赵只好带着无忌 闯出了魔教禁地 这里是各代掌门的埋葬之地 他们撞进了成坤 直到六大派攻打鸣教 都是成坤在后面挑拨 无忌见身 将成坤给打跑了 商人魔教教主杨顶天 在这里走火入魔死掉了 小赵让无忌在他面前磕头 竟然出现了乾坤大挪移的心法 虽然是波斯文 但小赵都认识 他让无忌去练 另一边 六大派杀到了魔教总团 白眉英王也被刺成重伤 少林让白眉英王自尽 危机时刻 张无忌神功大成 打破石墙 出现在众人面前 他揭露这一切都是成坤挑拨 但六大派也有自己的主意 没有利益 他们也不会攻打光明顶的 少林不服张无忌诬陷少林 就派出空姓大师 与无忌比试 让他尝尝少林龙爪手的厉害 少林龙爪手是少林七十二绝技之一 攻城后 手指尖硬浴缸 铁纸开砖如泥 手如钢爪般抓束丝皮 搓拾成粉 然而无忌已经炼成乾坤大挪移 乾坤大挪移的心法是 能否发挥每人本身所具有的潜力 在这种潜力下 不论哪一家哪一派的武功 都能取而用之 所以无忌也学会少林龙爪手 并且乾坤大挪移 还能在对方全招中造成破绽 无忌反用少林龙爪手击败了空姓 这里也诞生了经典名剧 扮演空姓踏师的演员 是有着真功夫的 武术指导 动作指导出身 成龙的一个好人 里面的动作就是他设计的 最出名的角色 就是西游记后传的孙悟空了 好了 我们继续回到电影 无忌很给少林面子 说自己用的是少林龙爪手打败的他 对少林来说也不算侮辱 少林离开了这里 灭绝也要挑战无忌 看着六大派的嘴点 无忌想到了父母 想着今天要给父母报仇 但转眼一想 现在和六大派结仇 就中了成坤的计了 他只能再忍一忍 无忌用出乾坤大挪仪 来到灭绝面前 抢走了倚天剑 然后对着他扇了好几巴掌 真是解气啊 周芷若又开始作谣了 他对无忌说 那天自己是被逼的 无忌说自己根本不在意 把倚天剑还给了他 无忌问众人谁还不服 灭绝再次杀向无忌 无忌与他对掌 然而周芷若在背后 刺了无忌一剑 六大派看无忌受了伤 就要一起上去 武当众人护在了无忌面前 其他五大派也只好全部撤退 无忌学会了乾坤大挪仪 白眉英王和唯一校 认他为教主 朱元璋也带着五行旗 认可了无忌 无忌让名教众人 在禁地躲一下 养好伤之后再重返江湖 为了怕别人偷学心法 无忌将他给毁掉了 朱元璋私下找到无忌 说自己从他的眼神中 看出了无忌是很愿意当这个教主的 并说自己愿意辅佐他 推翻元朝 登基大宝 野心被识破 无忌有点生气 这里删减了一段 无忌发现小赵在上面 就怀疑他投抄心法 小赵很是生气 原来无忌一直都不相信自己 无忌向小赵解释 他娘说过 越漂亮的女人越不能相信 这句话也默认了小赵 是个漂亮的女人 小赵不生气了 无忌从华山派口中得到 武当武侠 从光明顶离开后 被少林的人给抓走了 手下也在前面发现了 幸存的阴六侠 阴六侠告诉无忌 他们是中了十箱软金伞 十箱软金伞是武林歧途 凡是闻到的人都会武功全失 只有独门解药才能化解 导阵上的药都被人给买走了 买走的这个人就是赵敏 他故意引无忌过来 赵敏还给无忌 特地准备了天下第一疗伤圣药 黑玉断徐高 无忌知道她是汝阳王的女儿后 就不想再相处 就要离开这里 微笑发现了后面的倚天剑 然而一把剑 她就中了十箱软金伞 赢六侠是真惨呀 连中两次 无忌只好回去给赵敏要药 赵敏早就猜到了 无忌会原路返回 他再次劝戒无忌 打元朝版图之大 靠你一个张无忌 能斗赢元朝吗 无忌反驳他 元朝暴政 我名叫是替天行道 早已在各处发动起疑军抗援 是千万民心所归 你们斗得过天下民心嘛 眼看说服不了对方 赵敏向无忌动手了 无忌怜详细语没有动真格 赵敏故意受伤 让无忌显露出心意 你不舍得杀死我的 你喜欢我 赵敏问无忌 你喜欢小赵多一点 还是喜欢我多一点 无忌不说话 然而赵敏已经派人将灭绝 引到了小赵这里 这下无忌急了 蒙上眼睛 涌出神功卸了赵敏的衣服 赵敏却说 自己迟早是无忌的人 给他看没什么的 赵敏也不想真的惹恼无忌 他让无忌答应他三件事 就给他解药 另一边 灭绝看到明教的人 就要赶尽杀绝 小赵要和灭绝打赌 如果自己能撑过他三招 就放了大家 看到小赵这么不自量力 灭绝很愿意陪他玩玩 一掌小赵就被打成了重伤 危机时刻 无忌帅气登场 将灭绝打飞 灭绝只能狼狈逃走 大家伤好了之后 无忌带着众人来到了少林 然而这里早就被伤亡惨重 佛像的后面还写着 先诸少林后灭武当 唯我名教武林称王 这很明显就是有人要嫁祸名教 无忌很担心武当的安危 要立马赶往武当 少林一个僧人要见张三丰 禀告情况 然而这人是成坤派来的 张三丰从他的眼神中识破 宋青叔也飞了过来 一掌拍飞着此人 他告诉张三丰 这是魔教中人 这一切都是无忌在后面安排的 张三丰不敢相信 然而宋青叔却捅了张三丰一刀 他早就投靠了朝廷 玄冰二老也带着朝廷的人杀了过来 两人告诉张三丰 只要帮朝廷平定战乱 就封他做护国大法师 玄冰二老杀向了张三丰 因为宋青叔那一刀 张三丰一直流血不止 关键时刻 无忌从天而降 用乾坤大挪移 收走了援兵手上的武器 无忌知道是朝廷暗算张三丰后 就开始大开杀计 神功大成的他 玄冰二老联手都不能在他手上占便宜 张三丰问无忌 你怎么这么厉害啊 无忌回答 你叫我千万保住童子之身 我没有用过呀 张三丰看了看旁边 如花似玉的小招 劝无忌有机会还是用了他吧 这时赵敏过来了 无忌当时答应了他三件事 这次赵敏让他 不能用九阳神功和乾坤大挪移 张三丰见此 将自己一百岁才悟出来的 武林学学 太极拳传授给了无忌 无忌学会就天下无敌了 搞错了 再来 让我切一下号 切到这个号后 李连杰用太极拳轻松战胜了全民二老 白眉英王和韦一笑也过来接应无忌 现在只剩下赵敏一人了 赵敏却丝毫不慌 他向前走一步 无忌就逼得向后退 六大派的人还在赵敏手上 无忌也不能杀他 赵敏走后 无忌就开始清算宋情书 他没有优柔寡断 直接废了宋情书的全部武功 赵敏走前告诉无忌 如果你要就六大派 就让他来大都找我 随着这首欢喜之歌 闭解门的响起 电影就结束了 本以为第二部会很快就能见到 然而 等了这么多年都没有等到 这是因为 当时这部电影票房惨败 在拍摄时投入了5000万 但上映后仅收获1000多万的票房 导致严重亏损 当时的阵容来看 确实比较豪华的 这样就会造成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费用会很高 如果再请原班人马去演的话 相信没有哪个制片人感冒这个险 另一方面就是 李连杰和王精之间的矛盾 李连杰和导影王精之间出现了矛盾 特别是在片酬方面的分歧 这也影响了电影续集的制作 据传闻 从一开始 王导就打算拍续集 因为电影公司亏损而暂缓 等到王导再想拍的时候 李连杰已经不是那个身价了 两人闹崩也就没有了续集 然而在2022年 王精还真拍了第二部 他没有在院线上映 而是在网络平台上线 然而相比于第一部 差距太大了 豆瓣仅3.5的评分 主要这部不是李连杰 而是林峰 林峰的造型显得年龄太大 大家根本接受不了 完全就是圈钱之作 看来只有在香港电影的黄金年代 才能诞生出这么优秀的作品 虽然相比原著有些魔改 但也改得很成功 把六大派的虚伪嘴脸完全拍了出来 特别是化身二老 穿着红十字救生衣出场 反讽意味十足 相比于原著 这里面的张无忌 有着身为男主的野心 王精对张无忌 称霸天下的野心的描写 属于一种现实主义进路 无忌知道 只有一步一步往上走 才能帮父母报仇 所以他当上教主后 就想一步步一统天下 当上皇帝 在电影中 他的心思也被朱元璋看穿 其实如果当年继续拍第二部的话 按照历史进程 应该会是朱元璋和无忌的矛盾 无忌想要当皇帝 还是很难的 因为一直是朱元璋在带领大家打仗 军队可能只知道朱元璋 不知道张无忌 这种碰撞拍出来也一直很好看 除了张无忌 这里颠覆最大的就是周芷若了吧 原本的青春淑女 变成了心狠手辣的女人 刚开始就用美人记和宋青书 联合搞无忌 后面在光明顶的时候 还背后偷袭无忌 在电影中完全被塑造成了一个坏女人 相比原著和其他版本的周芷若 则没有这么明显的坏 再加上剧情是灭绝老尼姑 独世左逼所致 她肩负了太多的重任 神不由己 才做了那么多坏事 再加上周芷若的扮演者都是美女 大家都会对她产生同情 其实 不管是原著和其他版本 还都是能看出周芷若是有野心的 她终究还是个坏人 只不过电影是将其放大了 再来说说赵敏 电影中她的戏份不多 她的剧情应该主要是在第二部 但是张敏还凭借着演技和美貌 让大家记住了那个经典名场面 王晶挑选育幼女主角张敏 饰演赵敏 也实在再合适不过 那时的张敏 年轻但成熟 妩媚妖艳 平时短发 经常演一些有男子气息的中性人物 争气和原著中赵敏制谋过人 常年带兵谋军国大事的形象 其他版本的赵敏 在美貌上 均不能和张敏的扮相相媲美 在气势上也多妩媚有余 无阳刚之气 最后就是邱淑珍的小招了 她在电影中的戏份可是不少 毕竟当时她是王晶的女友嘛 不过邱淑珍演的小招也很不错 机灵古怪 让人很喜欢她的性格 这三位女主可谓是 史上颜值最高的一天屠龙记了 那么这三位女神你最喜欢谁呢 欢迎她在评论区积极讨论 好了 今天的电影介绍就到这里了 求求大伙点个关注吧 你们的点赞就是我们最大的坚持 孟德斯就天天见 明天我们不见不散